大家好,我是文文,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纪,欢迎来到我的盐湖城金钱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的犹他州,犹他county啊,一个城叫Eagle Mountain,给大家拍一套 这道房子我觉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套房子,看到目前为止啊,性价比特别高 然后他周边去这个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一些这个超市啊,一些生活设施啊 也就在十分钟,十多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路程,所以还算比较方便 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呢 是因为他现在啊,就是这个房子的布局特别好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呢,它是一个一层楼加地下室的构造 然后他呢,一共会有五个户型可供选择 但是他现在价格,这五个户型啊,就是为什么好呢 是因为他地下室可以给你有独门,独户编门 然后也就意味着他这边是可以做ADU,什么ADU ADU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地下室啊,完全是独立出租的 可以作为一个投资房使用 然后呢,租客呢,又可以有自己独门独户进出 不会打扰到这个房东,房东的这个日常生活 所以这个是户型,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呢,他现在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看这套房子啊 他是59万5,一楼呢,有三个卧室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说送你地下室啊 今天样板间呢,看了他地下室三个房间 三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一个客厅 然后这个价格呢,之后他们就开发商会给你包含一个客厅 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以及两个房间 那如果你还有一个房间的话呢 他们这个价格是不包含的 你可以另外加点钱,让开发商给你完工 或者说之后呢,住进来以后呢 然后外面再自己找人呢,给他去完工 所以今天看这个户型啊,非常的大气,非常的不错 然后地也特别大 他这个lot差不多是在0.16个一亩左右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为什么说好呢 他是完全,租客是走边门,完全不跟这个房东有任何的打扰 而且他地下室他还有给你造独立的可以洗机烘干机的一个空间 我们先看一下房子的外观吧 这套房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样板间 它是一个一层楼加上一个地下室的构造 然后它呢,是室内两个车的车库啊 门前可以停,转位停两辆 也是非常大气的房子 我们看到这旁边都是他们这个造的 它一共有五个户型啊 也有非常现代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然后呢,现在59万5 完工之后它可以给你打造成五个房间 以及三个这个卫生间 所以呢,它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户型我是看到目前如果说您要作为投资使用啊 是非常完美的,完美造的一个户型 而且它的还有个优点是左窝,客窝离的特别远 特别远就是很有私密性 一进来以后我们先看左手边 左手边首先啊 左手这是第一个房间 那它现在销售办公是个office 然后这个房间门对门对面呢 是第二个客房 这个房间感觉大小是OK的 可以放个full size bed 放个写字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呢,再往这边 右手看着这扇门 这扇门就是车库的位置 两个的车的车库啊 它由于是堵洞嘛 所以它旁边那个墙是有窗的 采光不错 虽然它这个车库的门 没有窗啊 但是墙上有窗其实一样的 所以采光是OK的 好,再往里走 往里走我们看右手边吧 右手呢 这里就是一个洗衣房的一个空间 洗衣房 再往里 这扇门呢 把它给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啊 因为什么 下面就是房客的空间 房客呢 我们看地下室往这边走啊 穿过洗衣房 这里是地下室 然后房客往哪里走啊 房客是往这里 给大家看上 这个门出来以后啊 房客呢 车子停在停车位啊 这里有个小道可以走进来 那么这里呢 门一打开 Open Open Yes 门一打开啊 门一打开 这里下去 那就是房客 房客住的 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我们一会儿等会儿去看下面 投资房的一个空间吧 Wait Hold on Let me take a first floor 等会儿去看 我们先把一楼给看完 然后再回到这个 进门的这个走道啊 往这边 右手边呢 就是一楼的一个 Full bus 看到吧 台盆 马桶 浴缸 领域 非常的方便吧 两个客房使用 这里 那这里就是非常Open的一个空间了 把灯开 这个箱子还是蛮节约的 办公 灯不开 按得不得了 看到这就是一个非常 几乎是方方正正的 有点长方形的这样一个空间吧 大的客厅 采光也相当不错 它这个样板间呢 这个客厅是朝北的啊 朝北 那面窗是潮湿的 然后 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所看到 它这些台面啊 地面 以及它这个柜子 把手 这些东西基本上 都是它的标配了 所以也就是说 59万5呢 也是最终能够拿下来的价格啊 不需要怎么样的升值 就能拿到这样一套 非常不错的大毒洞 冰箱 然后这里有个空间 可以放一些电池 柜子做的挺高的 柜子挺高的 食物储藏间 然后这里 这里就是烧菜的一个位置 样板间它这个是用的是电磁的 电磁炉 下面是烤箱 微波炉 三件套 餐厅的区域呢 也是相当的大的 餐厅 然后这里就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客厅 这样一套房子呢 作为一般的家居房是非常实惠的一套房子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推拉仪门啊 餐厅的推拉仪门到后院去看大小 这房子的背面 给大家拍一下 这边它这个样板间是0.16啊 挺大的 property line 房子的县在哪里 房子的县是你跟这边邻居这里一半开始啊 一直到那边 还挺大的吧 而且这个院子特别规整 一直到这边 到这个草地这边为止 所以它这个 property line还是不错 然后看这个背面就这样子的 还是蛮简约的 简约的一套房子 你看那个狗狗呢 宝们 狗狗被关在外面了 看到吧 好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说资金是有限 又想买投资房呢 这套房子非常的不错 不错 是良用的 上面可以住一户 下面呢 住一户 相当不错 然后穿过这个客厅啊 我们去主卧看一下 这旁边就是主卧的空间 主卧的这个房间也是超大 超大的 它这个家居我挺喜欢的 挺好看 然后再往里面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卫生间呢 它这个就比较朴素一点 比较一般朴素 架子因为为什么 它就没有浴缸 就做了一个这个淋浴房 就比较的 经济实惠型的 然后这里呢 是双台盆 双台盆 这里是马桶 妈咪 这是房间 房间 房间是外面 你去外面 不是这个 里面是那个 这里是主卧的衣帽间 衣帽间也是挺大的 我可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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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是主卧 然后这里就开放性的 餐厅厨房客厅 非常的 这个怎么说 经济实惠的一套房子 不错 它这个户型不错 我觉得 layout 对吧 洗衣房在这边也不打扰到 客房啊 主卧的 里面的 有的时候人睡觉休息 这门一关就不吵 它里面轰隆隆转好了 不吵 好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啊 地下室 地下室呢 就是可用于 那个出租房 你看这个门上还有窗呢 是吧 采光也不错 它这个样板件 地下室给你装修了 地下室非常大的 但是您到时候 这个价格50多万 60万左右的 这样一个价格 给你地下室 它其实是可以 打造三个房间的 但是它呢 开完就给你完工两个房间 还有一个房间 自己加钱去完工 右手边这里 里面是机房 以及储藏室 我们这个门进去 看一下这里啊 这个门进去以后呢 就是地下租客的空间 然后这里有双门 这里呢 就是单独的上下堆放的 洗衣机 烘干机 好 这里呢 就是一个客厅 餐厅的区域了啊 它厨房到时候 也给你完工的 非常好的吧 非常非常的实惠吧 这里呢 地下室没有倒台 但是呢 它这边有个full kitchen 灯在哪里 where is the switch turn on the it's dark here let me see 这里吧 oh here 对现在亮了 看一下给大家看的厨房啊 厨房就是简易的 但是它功能性都有 电磁炉啊 微波炉 可以加热食物 炒菜 下面是烤箱 也是可以烤披萨 烤些东西吃 这里洗碗机都有 然后水槽 洗杯子 洗碗 都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这个客厅啊 挺大的 挺宽敞的一个客厅 非常不错 那么我们先往这边看 这里呢 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主卧的空间 它是一个套间 它里面呢 有 有自己的卫生间 往这边 这边呢 就是 其实是一个衣帽间了 其实是一个衣帽间 看一下卫生间 看 灯开一下 哎 就是简单了 对吧 但是这个功能性 完全没有问题 哦 它有衣帽间在这边 衣帽间 挂衣服的 还行 里面就是马桶 淋浴浴缸 非常的 具有功能性 然后这里出来以后 穿过这个客厅呢 里面还有两个房间 里面还有两个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门 储藏室 然后两个房间 共用一个卫生间 装修的都不错吧 这些都是标配啊 都是不用你在家钱的 马桶 淋浴 都不用加钱 往这边走两个房间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房间挺大的 对吧 对于租客来说 是非常实惠的一个 怎么说 户型 这是门对面 另外一个房间 大家喜欢吗 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 呃 隔掉 我觉得非常不错 给你这个价格 给你能够完工 客厅 厨房 两个房间 卫生间 哎呀 不能要求更多了 对不对 这个价格是非常不错 而且这个 租金啊 相当可观 你到时候在家点前 第三个房间给他一起弄掉 一起完工掉 对吧 那你就完全不愁了 这么要cover你的那个贷款 已经覆盖掉一大部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你觉得这套房子看下来怎么样 我看下来是觉得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满意 然后性价比特别高 这个价格啊 基本上就是可以买到大独栋 然后地下室呢 几乎给你完工的啊 最主要这个小区 它是没有物业费的 没有物业费 所以来说非常适合在居家办公啊 或者在离海周边上班的啊 这样一个路程 开车在20分钟15分钟之内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你喜欢叫他房子呢 或在犹他州掩护前有机需求 欢迎有取得联系 然后他们这个小区啊 现在还剩三块地可以盖 然后卖完之后呢 现在就是说在对面 还有五到十分钟呢 还有一个小区也在 也是有地可以盖五个户型的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